谁也没想到张颂文和他的经纪人还有这么段故事 09年张颂文认识了经纪人赵玉德 当时他已经是带过张家辉 舒奇的知名经纪人了 因为欣赏张颂文 便过来专门单独带他 八年时间里 赵玉德从不强迫他接不喜欢的剧本 直到有一天 谭开说自己连房租都交不起了 能不能为了他做出些改变 因为这段话 张颂文在那年一口气接了四部戏 也在那年 赵玉德因为心耿倒在了张颂文家中 他每年都去赵玉德评论下留言 今年是你离开的第四年 第五年 我就当这是你送我的生日祝福 采访他的文章里写 至今张颂文仍留着他的一件黄色皮夹克 在一些荣耀时刻穿上 他家中也为赵玉德换上了一串风铃 风吹过的时候便会发出好听的声音 如何写遗憾 也就写张颂文 和他一起蛇伏在寒夜 却没机会看你如今的鲜花 掌声环绕